第八十集 我扭头回去 看到桌子上还有一个注射器 里面装了一管子药水 估计就是安定了 赶紧给他递过去 只有这个 他没说话 拿过就接到了刘志珍头上 缓慢地给病人推了进去 随着药水的进入 病人渐渐地就安静下来了 原本像麻绳一样 扭在一起的手脚 也逐渐舒展 安稳地躺在病床上熟睡过去 我算是松了一口气 才发现欧阳的额头 早已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汗珠 他也是吓坏了吧 如果这个病人出事了 追究起来他估计会很麻烦 所以欧阳啊 你以后可要长点心了 别再这么吊儿郎当的 家属抓着病人的手 哭哭啼啼地叫唤着老公 欧阳没有抽针 把留置针头 用胶布封住留在病人的手背上 防备他一会儿再次抽搐 然后才跟家属说 他只是睡着了 刚才推了安定 等药效过了就会醒的 家属这才抬头看我们一眼 跟我们道谢 谢谢医生护士 谢谢你们 欧阳很平淡地恩了一声 收拾好东西就转身出去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跟他前后脚走了 欧阳拿着用过的医疗废品 回了护士站 我跟在他后面 往左是楼梯 直接离开这里 往右是护士站 欧阳就在里面 我舍不得他 可是我无法面对 那么绝望的结果 因此 最后还是选择了往左 下楼梯离开 可是才动 手就被人拉住了 回头 刚好对上欧阳弯弯的笑眼 刚才多亏有你 这句多亏 很叫人感动 因为它让我知道 我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如果在这之前 我听到这句话 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 但现在不会了 天大的喜讯 都比不上 感染艾滋的打击 我挤出笑 你以后值班 可不要到处跑了 万一出事了 可怎么办才好 他把我拉回去 关上门拥入怀里 这不是有你吗 怎么会出事 以后就没有我了 我推开他 假装调笑 干嘛呢 被人看见 这不关门了吗 我看了一眼透明的玻璃门 这叫门 跟没关有区别吗 当然有 比如呢 比如他们只能干瞪眼看我们秀文艾 却不能冲进来揍我们 我真笑了 谁会没事冲进来揍你 他忽然正经起来 以后抽出狂躁的病人 都要第一时间给他们推安定 将他们稳定下来 然后才能空出手来清除病因 否则病人都不行了 做其他的就没有意义了 他在教我 可惜我已经用不上了 我问了一句 想跟他说我先回去了 护士站的玻璃门 却被人从外面打开 这不是说好别人不能冲进来的吗 我看他 他一开目光 嘴角却止不住地上扬 进来的是历历节 气喘吁吁的 看到我们两个时候愣了一下 随即慌张地跟欧阳道歉 抱歉欧阳医生 我刚刚去了趟楼下科室 所以没听见床头铃 差点错过了病人的抢救 欧阳语气很淡 你跟我进来 随即松开我 走进了办公室 历历节脸色铁青 偷看我一眼 这才极不情愿地跟了进去 直到欧阳的背影消失在门后面 我才落寞地离去 欧阳 我会一辈子记着 这是我们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并肩作战的 趁欧阳带着莉莉姐进了办公室 我偷偷地离开了科室 回了欧阳家 带上行李 说是行李 其实就几件衣服 还是住进她家之后 她给我买的 之前的床单被套衣服鞋袜之类的 全被我扔到了垃圾桶里 当时想着 既然都不活了 留着只是个累赘 压根没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 这次我学乖了 不再那么冲动了 即便要死 不到最后一刻 还是不能轻易地舍弃一切 不然死不了 又一无所有 那就尴尬了 带着几件衣服 跟为数不多的钱 离开欧阳家 要是也留在了玄关里 她回来一看 就会知道我离开了 我还把存折留下 给她发了封定时的邮件 希望她能把这个存折 交给我妈 替我好好地安抚她 之前跟矮冬刮同归于尽的计划泡汤之后 我就再也没打过这种恶心的主意 都要死了 又何必恶心自己呢 你给我尽不贵 尽不贵 当然 因为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